纳什汉朝是一套全面解读两汉史的通俗历史物 它全景再现了中国古代第一盛世王朝的国兴与衰落 纳什汉朝第一步从刘邦出身写起到楚汉争霸结束为止 全景叙述秦朝崩溃及诸侯逐鹿中原的壮阔惨烈的混战场面 欢迎收听小说那是汉朝 作者月望东山 演播杨腔腔 由喜马拉雅出品 第十九回 刘三尽成绩 咱们书间上回 上回说的 赵高同志把赢胡亥同志给逼死了 然后自己想当上皇帝 就在他往金鸾大殿走的时候 他每踏一步 这地就光灯晃一下 难道是地震了 还是有人在挖黄根的墙角呢 这段宫殿因赵高愤怒震荡的故事呢 被司马迁记载在了《史记里斯列传》当中 哎呀 我们是不信鬼神的 也不相信有上天感应之说 但是赵高碰到如此之奇异之事 只有一种解释 那就是当时有可能地震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只能怪这赵高运气真的是太悲了 你说你不好好挑挑这日子 找一个好日子啊 把这皇帝好好的瞅一瞅 从头到尾翻一翻 挑个好日子呀 正好还赶上地震了 你真是太悲了 哎呀 真没法说你了 这古人都说了 天语不取 必受其咎 换句话说 如果老天爷不给你 你强夺硬强 那肯定是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 所谓天子天子 那是上天派下了管理天下的儿子 你赵高无功无德 何德何能 啊 今世 你又乱杀忠贤 唯恐天下不乱 你有什么资格做天的儿子呀 还真没错 冥冥之中上天自有安排 百官不愿意跟随 老天又不鸟你 赵高可就无奈了 他只好按照原路 一步一步的就这么退回来了 自己当不了秦王 那赵高就只好扶持秦王式的别人来接班了 但是赵高啊 好好的想了一想啊 手指头都掰开算了一算 能找谁呀 这个接班人 哎 你还别说 还真想着了 这个人就是 盈盈先生 盈盈啊 说起来好奇怪啊 盈盈啊 盈就是盈正的盈 盈就是盈儿的盈 他那是秦始皇的弟弟 盈活害的叔叔 曾经呢 他也是挺身而出 为蒙田将军说过一句公道话 所以啊 现在赵高呢 就有机会说了 盈盈仁慈 甚得民心 扶他上台 顺天 民意之事 这当然是鬼话了 仁慈只是台面的一个词 其实赵高是欺骗盈盈软弱 好控制 扶他上台 可以保他平安百岁 于是呢 赵高就命令盈盈啊 也是借斋 准备找个好日子 到盈市的祖庙前去祭祀祖宗 接受应习 得嘞 盈盈领命 盈盈戒斋到第五天的时候啊 他觉得不对劲 他就开始有点害怕了 死亡 就像是一把剑 在头上晃来晃去 怎么不让他害怕呢 蒙田兄弟 李四胡亥 甚至是曾经的右丞相 冯去吉 以及将军冯杰之死 哪一个 不是他赵高的杰作 这个双手沾满心血 爱权如命的 刽子手 他会彻底甘心 把天下之位 以及身家性命 就交给盈盈来主宰吗 这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盈盈心里啊 是唏嘘不已 亮剑 我必须要亮剑了 亮剑是一种态度 更是一种精神啊 赵高不死 我大秦终魂如何明目 赵高不死 我盈市祖宴 又如何能夺回呢 赵高不死 我盈盈全家性命又 哪能保全呢 光泽大帝啊 大帝当以万物相报 日焯大帝 大帝以怒戒相向 在这个世界上 光明与黑暗 从来都不是相亲的兄弟 使用阴谋的人 必定用阴谋来报答 赵高啊 赵高 胡亥曾经不懂得你夜的黑 如今我盈盈 也让你尝尝 这阴谋的滋味 于是盈盈 把他两个儿子 叫进宫里来密谋 他对两个孩子说道 赵高 在望一宫杀掉胡亥之后 害怕百官杀他 才假装仁义立我为王 我又听说赵高 以秘密与刘邦达成协议 把我们秦王氏 宗氏全部干掉以后 就立他为王 他现在叫我借斋 等到我去了祖庙前 你就会趁机把我也给干掉 所以我现在 就假装称病不去 赵高一定会前来看我 到时候他一来啊 咱们三父子啊 就把他给干掉 盈盈这个阴谋啊 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第一 种种迹象表明了 赵高当时对盈盈呢 是不怎么设防的 盈盈突然出击 打他个措手不及 成功率啊 是非常之高的 第二 谋杀地点无险可击 即使赵高是多么的防备 就算是带一万兵前来 也是无济于事的 因为秦王借斋之所呀 常人是不能随便入门的 更不能携带兵器 那么赵高只有一个人 赤手空拳的过来 盈盈三父子 还弄不到他吗 好的 那就 敲洗罗来 打起鼓 让咱们 大戏 开始吧 到了受洗封王这一天啊 盈盈果然是 称病不出门 呵 老狐狸终于上当了 赵高听说盈盈患病不起 果然就亲自来请 赵高对躺在床上的盈盈说道 哎呦 我说盈老弟呀 赶快起床吧 封王这么重要的事 你怎么能够去呀 赵高还没来得及 说第二句话 只见盈盈一跃而起 一刀就刺向了赵高的喉咙 哎呀 哗啦啦的血 就顺着那刀刃啊 缓缓的流下 赵高轰然倒塌 接着 盈盈一灭赵高三族 血债血偿 李斯同志啊 终于可以在天之灵 明目 安息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潮第一部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博奖 好 这边咱们再来说说刘邦啊 公元前207年的8月 刘邦攻打五官 刘邦打五官的时候 又做了一件缺德的事 这是第二件缺德的事了 同样还是那件 图成 哎呀 又是图成 这件惨烈之事再次证明 刘邦实在是地地道道的 披着羊皮的狼 咱们也终于看清楚了 当初楚怀王公开的宣扬 佩公之人 其实就是刻意的包装刘邦 包装是包装者的通行证 在这个乱世 所有的人意道德 那都是经不住活于铁的考验的 像春秋时期宋相公的那种 那种人意 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于刘邦来说 或许是弱者自由弱者的生存哲学 强者也有他杀人的理论 图成对于敌军的是不义的 可是不图的话 却无法清除后顾之忧 杀或者不杀 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 没有不沾过鲜血的英雄 没有不喊过不幸的百姓 这不是人类的不幸 推而广之 这是整个动物界的生存境况 就这样 刘邦涂掉了五官之后 还要通过一道重要的关卡 才可以进入咸阳城 这个就是摇官 摇官和寒谷官一样 一手难攻 攻官技术有两种 一个是来硬的 一个是来软的 加起来叫做双管旗下 然而来硬的话 这成本有点太大了 所以说历来攻官都是选择施软 那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咱们坐在桌子上 来个谈判 可是还没有等到刘邦开口 当时还是秦朝丞相的赵高 就秘密派人来跟刘邦谈判了 赵高的谈判价格是 封他为秦王 这可真搞笑 刘邦一路来千辛万苦 打到这来干什么 为的就是当秦王 你赵高还想抢他的秦王 你这叫刘邦干嘛去 喝西北风去 再说了 赵高这老奸巨华的老头 还是防之又防他为好 于是呢 刘邦一半是因为不信任赵高 一半是因为他无耻台价 双方谈判就这么破裂了 既然如此 没有什么好谈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就打吧 我只说一次打 摇冠再强 也得把他给我供下来 刘邦准备打摇冠的时候 张良突然对刘邦说道 三哥呀 不到万不得已 就不能随便开打 问题还没有到将死的程度 咱们应该做好两手准备 刘邦就充满着期待的问道 诶 赵老弟 怎么个两个手准备法 大哥 一手备战 一手谈判呢 哎呦 你快拉倒吧 谈判都破裂了 还谈个屁呀 大哥 赵高谈不妥 咱们就跟守官的秦将谈呢 咱们兵力不强 但如果在身上插满旗帜 以此虚张声势 突破对方的心理防线 这谈判 肯定可以成功啊 哎呀 刘邦又是恍然打悟 老弟张良 说的真的是一个好办法 他立即派人到身上插满了旗子 并且呢 派了两个口舌灵力的便士 去谈判了 一个是利益机 一个是陆甲 利益和陆甲俩人啊 就带着刘邦的期望出发了 果然没两天 他们给刘邦带来一个好消息 说秦将愿意停战讲和 接受刘邦提出的所有条件 张良啊张良 果然是大事 料事如神了 连只苍蝇都难以逃过 他的火眼金睛 得嘞 那既然谈妥了 就兑些诺言吧 开兵进城去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才张良又对刘邦说了一句 三哥 且慢呢 刘邦奇怪的看着张良 哎张大师 难道这次有什么地方 不对劲吗 张良笑了一下 既然秦将愿意讲和 那就说明他们肯定早就有背叛赵高之一 我们不如一不做二不休 趁他们放松警惕时 打进咸阳城去 张良这招啊 叫做剑招拆招 依他之计 那可是省了不少的粮食和黄金啊 刘邦又一次高兴的都要飞了起来 他决定不履行谈判之约 准备进攻咸阳 进攻之前呢 张良又交了刘邦一计 让他在身上插满红旗 迷惑秦军 借机带着主力部队呢 就绕过摇关 越过溃山 直接攻打守卫的咸阳城外的秦军 这招啊 张良使的叫做满天过海 这招不亚于现代战争中的空将军了 守官的行兵还不知道后头发生了什么事 刘邦已经是一路乘胜追击 从蓝天南打到了蓝天北 攻破了蓝天 而这蓝天呢 就是如今的陕西省蓝天县 咸阳城呢 像一个毫无反击之力的人 完全暴露在了刘邦的攻击范围之内 秦军啊 是除了投降 别无选择了 公元前206年 十月 新年 这年的史学家称为汉高祖元年 刘邦驻军霸上 盈盈呢 坐着马车 带着众人浩浩荡荡的走出咸阳城 准备在西安市东北 投降就迎接新王 在这呢 有必要先交代一下 为了显示投降的诚意 投降者呢 都要一般亲自出城 迎接新主入城 除此之外呢 盈盈乘坐的马车呀 还必须打扮的像丧车一样 出门的时候呢 脖子上得套着一根绳子 表示他愿意做俘虏 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啊 就是皇帝用的玉玺啦 符节啦 通通都要封存留好 献出来 刘邦呢 欣然接受了盈盈的投降 一个旧王朝啊 就此告结束了 一个新的王朝即将来临 从秦始皇称帝以来啊 秦朝历经两届皇帝一个王 因为盈盈呢 自称为秦王而非皇帝 所以说是两届皇帝一个王 总共呢 是十七年 繁荣落尽 岁月如梦 谁也不曾相信 秦朝这个名正还宇的皇朝 会如此以仓促之事 就谢幕了 秦朝之短命啊 古往今来是众说纷纭 有两篇文章啊 在总结秦朝的崩盘 就非常的有名 一个呢 是汉代贾仪所写的过秦论 一个是晚唐杜牧写的 阿旁公父 贾仪认为 秦国呢 曾经不惧诸侯百万军 对 然而 秦朝建立十五年后 只因陈胜一人 振臂高护发难 就不堪一击地被天下所耻笑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秦仁义不失 所以攻守之事 竟然是如此不同 杜老人家呀 综合了六国以及秦国 灭亡的过程总结道 灭亡六国的是六国自己 不是秦国 同样灭秦国的主要是秦国 他自己不是天下人 由此呢 我们就又得出一个结论了 一切朝代的灭亡归根到底 源自于内部的彻底混乱 那有何尝不是这样呢 如果一个朝代朝纲不正 小人作乱 外兵发竭 他离死亡还能有多远呢 这不正是应了孟子那句话吗 得道者多注 失道者寡注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如果呀再给秦朝一次机会 但是他还是仁义不失 还是朝纲不正 还是赵高这般官宦小人当政 那么 秦朝就算再多十个韩谷官和瑶官 再多十个像张寒这般国家动量之才 又怎能抵抗得住天下这帮流氓的攻击呢 不管怎么说 刘三呢终于进入到了咸阳城了 他在进城前后啊 做了两件事 第一啊诸位将领的就建议了 刘邦得把这个盈盈 你得给杀掉 但是刘邦的果断拒绝了这个愚蠢的请求 为什么呢 古以有训了 杀降不降 就是杀投降的人啊 是不吉利的 刘邦的被楚怀王贯之仁义之事 不管他的官外是怎么胡作非为 怎么屠杀无辜 但是入得了这咸阳城啊 就得不得不走一下过场 作秀给天下人看 不然的话以后怎么向诸侯交代呢 这是其一 其二呢就是分兵抢劫 参加革命为的是啥 为的就是打入咸阳城抢劫啊 当初周章靠着三千兵力就集结了二十万军队 凭的不就是一起打进城去抢好东西吗 只可惜啊 周章的实力不够 运气啊不怎么好 如今呢 这风水轮流转 明天轮到我家来 秦王朝的财 我是抢六国的 抢劫犯又是来自于六国之民 所以说我重新抢回来 那是合情合理的呀 就在这抢劫犯当中啊 唯独有一个人 与众不同啊 他入城之后啊 不奔国库 不奔后宫 唯独奔向了丞相府 他要抢的是什么呢 这个人又是谁呢 咱们呀 下回分解 好 今天的内容啊 就跟大家播讲到这儿了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喜马拉雅FM 关注杨腔腔 那么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 正在喜马拉雅FM当中 持续的更新 也希望大家能够为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并且持续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